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這一節環球市場最激敗 AlphaEdge Group 這個是我們每個星期日都會出的一個環節 主要就是想幫大家去看看除了綁股之外 環球的其他市場包括股票也好,ETF也好 債券也好,Currency也好,Commodities也好 這些市場裏究竟發生什麼事 今天我們就說一說3月23至3月27日 這個星期之中環球市場有什麼需要留意的議題 第一個我想掌握大家的注意力 就是新興市場看怕好像剛剛經歷了一個熟回潮的停止 這句話怎麼說呢? 如果你說傳統的新興市場 金磚四國,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 可能是加上南非的 這五個國家就在2011年打後 那個熟回潮就沒有停止過的了 但是如果你說新興一點的 再新一點的新興市場 譬如說泰國和印尼 之前是一直被人炒得很旺的 但是去到2013年,就是去年3至5月這段期間 就開始瘋狂地被人熟回了 這個趨勢就一直持續到今年的年頭 完全沒有逆轉的趨勢 但是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幅圖就是 新興市場的資金流向 由今年年頭到現在 我們就可以發現 1月14日有一次很輕微的正流入 一直到現在的紅色圈圈 就是上星期 三個工作 三個交易日 即五個工作 五個交易日 裏面有三天 全部都是正流入 那大家坊間的市場分析 就可能說會是因為 那個中國 第一個可能有機會 會出一些刺激的措施 你一強就說話了 然後再加上 就是新興市場的這一波洗倉潮 已經令到他自己本身的股值 和他本身的earnings yield 就已經很吸引 所以暫時呢 這個尾一尾想都是這樣看 Temporary 就停止了這個索匯潮 這是第一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二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右手邊那個chart 那個table 1那裏 Global Asset Class Flows in Millions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到現在為止 股的流入的資金 就一共是21個billion 即是210億的美金 反而債流入的資金 就是40個billion 就是400億的美金 相比我們看看 2013年尾是甚麼情況呢 大家都是看看 右手邊這幅圖了 這邊就是綠色那個bar 就是資金流入去股票 紅色那個bar 就是資金流入去債市 2013年的下半年呢 是出現一個很大的逆轉 就是債市的資金 在開始瘋狂的流走 那去到下半年就一共流走了 95個billion 即是950億的 相比起今年 大家以為 Fat那裏會加息 或者Fat那裏會退市 令到人覺得 Yield可能會升 債的價格可能會跌 令到人覺得債券不吸引 原本一直是想著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是沒有發生過的 現在的債 資金流入得更多 這個是第二個 我想大家留意的地方 而第三個就是 又是之前炒得很熱的一個 topic 就是醫療股 醫療器械也好 Biotech 生物科技也好 製藥也好 這三個sector 就在全球範圍以內 不管你在哪個國家 你說核心的歐洲市場也好 你說在美國市場也好 它都是outperform 它自己本身的市場 市場的大市 那到了 我就記得有一隻基金 是BlackRock的一隻 健康科學基金 那我就曾經幫一個客人 進入了 他8月尾入的 然後到了今年的3月13日 這隻基金已經幫他 賺了差不多30% 如果我們看技術層面來說 這隻基金 或者這些關乎醫療的sector 他們的50天線 即是兩個月的走勢 是在250天線 即是一年的走勢 流上三成有多 這個趨勢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很自然大家會覺得 第一 股息高了 第二 如果加息的話 你會不會難 資金面會有點困難 現在這個sector 在上星期和今星期 是被人很嚴重的洗倉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把這幅圖 去留下一點點的話 就看到 在下面 第二幅圖的右邊這個圈 圈住了 是有一個資金的熟回潮 剛剛就發生 這個熟回潮 就是上星期之中 醫療科技股那裏 生物科技 或者醫療器械 醫療護理 或者制藥 這些sector 已經有290億美金流走了 只是一個星期而已 好 這次的環球市場追擊就到這裏 希望大家去記一記 我剛才所說的那三個point 第一個就是 新興市場的熟回潮 好像有機會要停止 第二個就是 債市今年為止 到今年為止的資金流入量 還要多個股市 全球來說 第三個就是 之前很熱的 醫療相關的一個sector 計上個星期就在美國 被人洗倉了 好 這次的總結是這裏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